喧嚣的街道上 不难看到许多旅家人 带着各种原因及故事四处旅行 没有大众所认知的冲突及对立 取而代之的是更多温暖及热情 赖到傍晚的北车发放物资 并没有大众所误解的真先恐后 映入眼帘的是相互照应及乐于分享 他们要的从来不是充沛的粮食需求 更不是蜂窝的物资 他们所期盼的是心理上的富足 是得到社会的认可 我们可以透过定期向街关怀 或举办展览及工作坊的方式 消灭大众加注于他们的标签 而我们想跳脱以往 设立专属无家者的物资兑换机 期望透过我们的力量 让他们的未来航向更辽阔的远方